一名七十歲富人向警方報案 聲稱自己在網路上認識了 來自日本的男網友 對方說想要移居台灣 需要一筆金錢 於是交付了新台幣 超過六十二萬元 才驚覺可能是遇到了 網路交友的陷阱 報案後和警方合作 逮捕這一名女車手 不過警方仔細詢問才發現 原來這一名女車手 聲稱自己替男網友收取債務 等於也遇到詐騙集團 來聽警方說法 這一名六十六歲女車手 向警方聲稱會出面收款 只是因為網路認識的男網友 拜託自己幫忙收回債務 其他的細節都不知情 沒想到也是詐騙集團的陷阱 而這一名女車手遭警方 依假期罪送辦